1 2 3 揭開心力下的雅悠鎮紀念碑時 寫下歷史信誼課 這條苗栗百年水鎮 是泰雅女子雅悠 當年和客家先民通婚後 成為客家人和原住民之間橋樑 才開通完成 如今迎來8月1號 全國原住民日 客委會特別來向原住民致敬 在開發的過程裡面 因為需要水源 要進入部落 過去因為有一些衝突 在雅韻的協調之下 雙方合作完成了這條水鎮 讓大窩地區的客家鄉親 終於有了一塊可以落腳 安居樂業的一塊天地 感念過去種種 客委會也特別拍攝一部宣傳短片 找來泰雅及客家後人 黃青桂和羅文賢 重回雅悠鎮 讓大家知道 所有沿山地區的水鎮幾乎都是 這個原汉或是原客 大家一起所完成的 那這片土地上面曾經有過悲情 那也曾經有過共同的歡唱 盼能促進台灣各族群互敬互眾和諧共融 客委會同時也舉辦一系列原客活動 像是原客服飾圖文展覽 也勤勉大家一起飲水思緣 八大新聞連續許照尋苗栗參網報道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